真正烤肉箱扑鼻而来 一大早园区就出现人潮 全都是来中秋烤肉 这么早就开始开烤 对 因为他们就是定这个时间 我都不知道 我就睡醒然后就来烤肉了 有点半吧 这边很方便 小朋友也很喜欢 以往民众烤肉通常都选在晚上 但这处位于高雄桥头糖厂附近的烤肉区 早上八点就营业 民众把握休假日 上午就冲烤肉 今年中秋节更有一千多人预约 园区有四人六到八人的选择 只要预定就提供烤肉设备食材等 民众也能自备肉桶加菜非常方便 有肉有鱼都有 银有净有 方便不用整理 我们烤完就是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 全家大小一起过来 数几个 将近差不多二十个 在这边比较热闹 不然我们岛巴路台很高很大 我说来这里很多人 比较热热的 不仅有二十人的大家庭聚会 还有公司行号也来着团聚烤肉 园区还规划空头有体验 民众早上来造土窑 中午正好闷开吃 要堆咬 然后还要烧咬 大概要两个多钟头 那你食材才可以放进去 那放进去你还要再闷 再闷个两个钟头 所以整个夏 如果你想要再一两点吃的话 那你就必须这个时候来 开放式的烤肉空间 因为没有夜间照明 只营业到下午五点 但业者才不限时方式 等于营业时段内 爱烤多久就烤多久 让民众中秋节 能好好享受团圆滋味 中秋节快乐 民事新闻刘允淳 廖景雄 高雄市报道